母香精靠在賞金船旁邊 一個擺動尾巴 讓遊客近乎連連 未在花蓮的賞金團 這兩天遊客幸運看到不少鯨魚主動靠近 還在船邊來回遊動 來一個近距離接觸 其實他們是主動 主動靠近 現在在我們的船隻船的右邊 要撞上了 只不過看著看著 另外又有兩艘船緩緩逼近 把鯨魚團團包圍 還有遊客驚呼 第一次被抹香精換氣噴水打到臉 味道臭臭的 但其實鯨豚的噴氣口 常帶有抗腰性細菌 不利人體健康 被船隻包圍 也會讓他們感受到壓迫感 第一批的船班出去 發現它主動停在這裡的時候 然後變成三艘船同時在看 那個不是算是包圍 事實上台灣賞金業發展已經超過二十年 但卻沒有官方制定的相關法規規範 只有靠業者自己來互相自律 當距離五百公尺的時候 船就會以代數的方式 在更近到三百公尺的時候 就不會移動任何的行進方式 船是幾乎是停的方式 看鯨豚會不會主動的靠近我們 業者說就怕鯨魚受到驚擾 賞金船多半停靠在附近 等鯨豚自動靠近 但像這樣鯨魚被船包圍離遊客太近 對遊客鯨魚雙方都陷入危險 國外曾發生鯨魚受驚擾後 甩尾打傷人的意外 要讓遊客看得安心 恐怕還是得盡量保持距離 別等意外發生 再來檢討 記者 廖衛林 鳥一志 花蓮報導